港府與內地科興生物及復興醫藥達成採救協議 各提供750萬劑疫苗 為社會有聲音質疑內地生產疫苗的安全性 一向作風出位的新聞黨李子敬在Facebook撰文 批評拒絕接種中國製疫苗的小黃人 應將家中Made in China 中國生產的產品全部丟棄 跟著再調自己 只因他們自己也是Made in China 李子敬隨後又轉貼了政府專家顧問 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在5月時的言論 當時袁國勇表示即使有疫苗出現 他自己不會即時接種 仍會依靠口罩自保 李子敬寫道 大家留言 寫4個字給他 雖然李子敬沒有直接批評袁國勇 但已引出大量支持接種疫苗的網民留言炮軍袁國勇 其實袁國勇近日亦有就表示疫苗表態 他只接種疫苗是結束疫情馬拉松的關鍵 但呼籲港人不要心急 讓外國人先接種 即使香港半年才有疫苗也不是問題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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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